三叔今天那个豆腐要功夫了 麻婆豆腐 哎呦这个嫩 你看颤维维的 这么嫩的豆腐 要点功夫 切也得切点什么的 要点水平 四妹要求高 标准就高了 切闪的丁大 我手筋有点哆嗦 是吧 四妹要求高可不能护呢 三叔讲话说 他怎么又来吃饭 咱们虽然家常化了 但是咱们这里的麻婆豆腐 要的可是有水平的 对 水够了三叔 够了 放一点盐 让这个豆腐入一个底味 烤豆腐放酱油 要是豆腐上色好看 川泡的椒菜很多 然后这是做一个陈式的麻婆豆腐 这一定要轻 动作一定要慢 要不然 碎了 今天四妹特别坏 他非得让我做一个嫩的麻婆豆腐 你看在香港的这些 香港师傅 做麻婆豆腐全都嫩到我 是 是 三叔最不怕的是什么 最不怕的是挑战 对 这个焯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得长一点 三叔是吧 对 让他充分的 一经儿一个人故意碎 其实这豆腐这么嫩 我也带已经碎 麻婆豆腐三条 不像其他人爆炒的菜 这里是要动着翻 你看这个豆腐嫩的 嫩的到什么程度 嫩到就是这个气泡顶上来 都有可能把这个豆腐弄碎 麻婆豆腐起来了 对 我觉得还差一会 对 咱们再等一下 慢慢慢 一定要慢 好 水有点儿 这个合适 泡好吃 还是让他继续入味儿 这锅热了 对 放点油 那我们先把这个牛肉 把牛沫炒成什么样呢 炒酥炒香 你要想吃辣酸你来点吗 可以啊 那就不能搁太多的盐了 对 对 这个也得咸 小火炒啊 炒香 今天豆瓣放进去之后 就小火 全成小火 咱们说了 有的人都愿意 炒 把这剁椒炒一下 炸一下 我呢是不炸 我喜欢那麻婆豆腐上 有的红辣椒飘着 就炸 好看啊 那麻萨的婆婆 对 这红油出来了 好香 咱就烹个黄酒 烹黄酒的目的是什么呀 把红油煎出来 煎沙里的红油 对 先个 轻轻的 都不放下 轻轻的 咱们用原汤水 好 这一勺就够了 葱姜不能炝锅 炝锅呢 它没有葱姜的香气 不要太多 油豆豉放进去 整粒的 小火咕噜咕噜入味 咱们这个就不用放盐了 是 为什么 因为豆瓣里面和这个豆豉里面都是咸的 我们这汤里有咸的 也是有颜色的 那无非是加一点糖 提一下鲜 对 来 半勺胡椒粉 对 半勺 有多做完 嫩 嫩 是吧 现在我们把辣椒面喝进去 这个嫩豆腐不易 这个 钩太浓的 这个 这个 炖太阴太长 嗯 蒜锅 再来一点 您这个 芡还不是一次勾今天 对 还要求三次勾芡 哦 来 那时候要走一个吗 还要走一个 走什么走啊 放一块 花椒粉 哎 准备出花了哈 你看这红牛脱底没有 有点麻 这个是不是再撒点花椒面 对 酥话说到饱了 是不是要热豆 但是这个豆腐还必须得去烫着吃 红牛脱底 纯穿菜 先吃了什么 对 对不对 然后再有回味是辣 嗯 烫 烫 烫 鲜 香 嫩 酥 牛肉的酥 对 火 在锅里里的火里 现在锅里的像火里一样 嗯 所以麻婆不那么简单 麻婆尘世上传名 豆腐买百味精 行啊 是那意思 把他给点个半 吃了 赞 算了